我们给您放松心灵的音乐 感动正面的故事 我们陪你喜怒哀乐 吴勇音乐聊天室 与您一起感动 勇敢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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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 原住民主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再次收听勇勇音乐聊天室节目 我是来自泰雅 赛下族的勇勇答应勇勇 今晚勇勇音乐聊天室节目 我们要邀请到这一位 来自创作型的女歌手 她的名字叫做Pia 吴贝雅 那么说到吴贝雅呢 她前后已经发行了五张专辑 那这其中呢有一张是日语的专辑 其实不单单只是专辑 她还有发过EP 还有单曲 哇真的是不计其数 那么今天呢 吴贝雅也会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作品 最近她也发行了2019年全新的个人创作专辑 专辑名称叫做《恋爱太危险》 好的我们先为大家播放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 叫做《女孩你想要什么呢》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 待会再回来继续来一同转访时间 因为不能回头 因为说不出口 因为出了差错 因为来不及 说对不起 我多么努力 想触碰真理 想了解自己 谁别看见想留在这里 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前方也没有灯光 满心满心 也离迷而去 这样的我们 可不可以用力讨厌这个世界哦 承认我们真的没有我 承认我们不可承受 别被现实情闯百口 依旧编织不清世纪的门 女孩 你想要什么呢 在等待什么呢 错过了 还是只是不爱了 女孩 你害怕什么呢 心里在乎 好觉 我为什么 只是想要快乐 我为什么 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前方也没有灯光 真心满心 天里的游戏 这样的我们 可不可以用力讨厌这个世界哦 承认我们真的没有我 承认我们不可承受 别被现实情闯百口 依旧也知不见世纪的门 女孩 你想要什么呢 在等待什么呢 错过了 还是只是不爱了 女孩 你害怕什么呢 心里在乎 不含着 我们为什么 只是想要快乐 没想法不得了 也没人能套下 如此渺小的 女孩 只要你记得 你是谁 还要认识你的 女孩 你想要什么呢 在等待什么呢 对错过了 还是只是不爱了 女孩 你害怕什么呢 你害怕什么呢 心里在乎 看着 不为什么 只是想要快乐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 是来自 皮亚 吴贝亚的新的作品 革命叫做 女孩 您想要什么呢 呃 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阿利亚 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吴勇音乐聊天室节目 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 四礼拜五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播出 我是吴勇 答应 好的我们尽快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一位特别来宾哦 他真的是非常的很有才华 而且也创作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哦 他从大概九年以前就开始出道了到现在也快要十年了 前前后后已经发行了五张专辑 但是在这五张专辑里面有一张是日语版本的真的很厉害很会唱 又会唱台语又会唱国语又会唱日语 真的他在现场这个演唱的功力呢 也真的是非常的一级棒 而且呢他曾经也入围了第29届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人奖 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到底有多实力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皮亚 不分钟前我们抄了架 你离开后床变得有点大 你说我们不适合对方 怎么会拖到现在才讲 我哭的心里哗啦哗啦啦啦啦 你说你还有点挣扎 怕会留下遗憾 那世界还很大 怕回头发现一切是场笑话 问世间情为何故叫人如何原谅白目 爱情是难的幸福 也可能是一次美丽的错误 问世间情为何故叫人不想原谅白目 如果还是看不清楚 如果还是看不清楚 走过的脚步 灑脱血各走各走各的路 请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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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终于见面了 真的 你最近真的很忙很辛苦 有点 从演出一直跑到现在 听说你最近办了很多场的 2019年的圣力演唱会 办完了吗 刚办完没多久 好像最后一场是在东京 对 怎么那么厉害 就睡到东京去 你好像个日本的这个地方 这个演出的场地很有渊源 对啊 就是想说 竟然还有一小群 就是日本的歌迷 希望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过 是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怎么会想要办 这种类型的这个生日音乐会 呃 其实今年是第九年了 然后从刚开始 2010年开始举办生日音乐会 然后到现在就是变成生日演唱会 对 越来越多的呃 我的工作人员跟音乐人一起加入我的行列 嗯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一起来过生日 是 对 希望它可以变成一个 屁牙生涯中的一个传统 大家到九月十月就会想起 诶 有一个重要的人生日了 是 对 但有时候也是给自己个目标啦 嗯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推一些新歌给大家 所以 所以你的生日是在 其实我是九月二十四 九月 九月份 对 那我的演出就是 九月二十之后一直到十月中 这段时间会举办 嗯 所以年底以前还有没有 呃 有点累 哈哈哈 哇塞 我想很多很多的乐迷们真的是 哦 很遗憾了齁 所以只能到哪里听了 就是 其实接下来几个月都会 有一些零星的演出啦 嗯 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当像专场这么长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 对就是让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我 像什么 simple life 有机会可以再看到我 对 或是像一些呃 或公司的演出 嗯 我真的是非常开心哦 邀请到Pia 来到无勇音乐聊天室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哦 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你最近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 也刚发行了 新专辑 对 叫做什么 恋爱太危险 到底有多危险啊 哈哈哈 那为我们会聊这一张专辑哦 我们还是聊聊一下 就是你在这这一年当中的这个呃 算刚跑完的这个活动嘛 这个这个生日的party的音乐会 在这个party过程当中 你觉得哪一场对你的印象最深刻 然后让你觉得 哇 不论是你自己啊 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高潮的 哈哈哈 每一场都觉得蛮高潮的 哈哈哈 应该是台北场 台北 对 为什么 嗯 因为其实我的音乐的源头也是从台北才开始 嗯 就是从写歌 然后加入词曲课 然后一直到现在 在做自己的独立音乐 是 对 那今年台北场就是有弟弟妹妹 就是有家人帮我庆生 然后 对啊 然后今年就是也 呃 创了我自己的公司 嗯 对 所以就是觉得 算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是 虽然人家都说九年 九好像不适合大过 哈哈哈 对 不care对不对 对还好 如果你相信那件事情 那可能就是会发生 对 他就会是重要的 对 你就是不相信他嘛 你觉得是完全都是凭着 我每一天都是很快乐 都是很平安的 这样这样的一个信念走 嗯 就没事啦 没错 干嘛去pare那种禁忌 对不对 真的 还是做好自己最重要 对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一次不是最后一站是到了东京吗 对 那边的粉丝都是日本人吗 对都是日本人 是 对日本人居多 然后小部分是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 嗯哼 对 所以这一次桥梁是谁帮你们搭的 哈哈哈 哦 要怎么说呢 还是九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对 其实是一三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唱片公司的朋友 然后来台湾 他们要带京都的歌手来演出 嗯哼 然后他们在YouTube上面找到 就是希望可以找嘉宾 然后就找到我的影片 嗯哼 对然后我们就联系上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当他们的guest 嗯哼 对然后一起表演之后 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有聊说 诶 有没有想要来日本表演啊唱歌啊 对 是 然后姻缘忌惠就去那边也发了一张自己的作品 嗯哼 对然后写着有点破的日文 哈哈哈 对 就是写的是他们幼稚园小孩听得懂的日文 是是是 对啊 但我觉得意义不太一样啦 嗯哼 就是一个外国人来翻完他们的语言 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还蛮喜欢我的第一张迷你日文专辑 所以那一张的这个专辑里面全部都是日语的咯 对 全部都是日语的 嗯哼 有些是原本的中文歌换成日文歌子 是 对有一些是原创的日文歌 嗯 你觉得这个唱日语有多困难啊 日文歌曲 它有很多的美尬齁 对 可是跟好像跟台语的那个感觉也是蛮 有点像 对其实有点像 发音的方式 我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部分 其实我最我觉得最难是写耶 对就是 发音的话 因为像他们都是有声子音跟无声子音的差别 对比方说 他跟大 这种对的差别 就是 像罗马 罗马字 对对对 对对 那种的发音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搞清楚的话是不会到太困了 是 但是文法上很难 对对就是跟我们说话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我每次只要去一趟日本演出回来 讲话方式就会改变 会不会像很原住民 像我们泰亚族的众音都在后面 好厉害 很有feel 有点像是这样 我跟你讲 我们泰亚族有一个部落在伊兰 在早期的日治时代 统治时期 那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当地的泰亚族的同胞 都已经会是泰亚跟日语混在一起了 所以到如今 他们的对话其实还蛮多 就是参那个日语 但是跟日文对话 日本人听不懂 因为是参杂的 对 就不是很标准 对 就蛮有趣的 对啊 很有趣 所以你应该也很会讲 没有 我只会几个单子而已 所以我在前一阵子 就稍微看了一下 皮尔的皮尔的那个视频 就看到了有一个视频 在那个日本台上演唱了 我们台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 是潘月云原唱者 对 那首歌叫 春千青春梦 对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那首歌曲 我也很喜欢 对啊 然后你在那一天唱了这首歌 后来你这首歌有翻成日语吗 没有 有打算过吗 这个太难 是 而且那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 有趣就是 我去唱的活动叫台湾记 所以我就挑了台语歌来唱 然后被台湾的媒体拍到说 这是台湾知名的台语歌 因为你唱太多的 这个翻唱太多的台语歌了 对 就变成是Pia的那个口气在唱 真的 有你的味道了 另外一种出道了 不会那种新的味道 说到Pia真的是出道现在 已经算是快十年了 算是创作型歌手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 那我想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就有听到你的这个歌声 然后我们第一首歌播放的叫做女孩 你想要什么呢 这一首歌要不然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首歌大概要传达的是什么 概念呢 这首歌在恋爱太危险这张专辑 是第一首歌 所以它是刚开始就要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自问自答 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而不是需要什么 或是应该要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在生活上 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我今天应该要去上班 我今天应该要吃饭 我需要吃饭 但你可能不想吃饭 所以呢 有点矛盾 自我矛盾 其实我想讲的只是说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是 对 就是最纯粹的那个想法到底是什么 对 那有时候顺着这个直觉去走 其实是会更加开心的 对 不要把自己永远绑在应该或是需要的点心上面 对 就是为自己着想很威胁 有时候当然那个计划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那个计划日程表 把自己绑得紧紧的 好像接下来就跟着都乱掉了 对 而且会非常非常的紧绷 对啊 就是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对 当你想要符合我们原本计划的方向走 但是你又希望里面有实现自己的欲望 或是想要的目标 对 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 所以也是在呼吁我们的女性们 对 对感情生活的渴望 是 就是大家对人生有什么样的生活会标 你就去做就对了 对就去做 不要太执着这样子 不要太多的忧虑 对 会不会被拒绝啊或干嘛的 对不要想那么多 拒绝就算了 揍他 哈哈哈哈 再踹一脚 对 这是你吗 哈哈哈哈 这是私底下的你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分开 我会希望讨厌对方多一点的人 是 对 尽量不要恋 让他永远记住我这样子 对对对 是不是 很记恨 哈哈哈哈 所以恋爱很危险啊 然后再写在歌里面这样子 对 让大家听到 对 所以女人是 不容许被你们男人欺负的 哈哈哈哈 好了 下一首歌曲 叫做早知道 所以早知道就不要欺负女人 对 所以在下一段呢 我们会 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 这个大概整体的重点 重点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我们先为大家介绍这首歌 叫做早知道 来自佩雅武飞雅 新专辑恋爱太危险的作品 待会再回来聊聊 你在电话的那一头 感觉 感觉却像平行宇宙 不容许被人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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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才找到了线索 春夏秋冬 在心中的遗憾那么多 还用力挥霍 回忆像海 看不见尽头 你的笑也渐渐淹没 早知道就不放手 早知道就不应该说出口 好比现在这样 回到没有交集的生活 Zither Harp 不擅长弄懂我的感受 时间才找到了线索 春夏秋冬 在心中的遗憾那么多 还用力挥霍 回忆像海 看不见尽头 你的笑也渐渐淹没 早知道就不放手 早知道就不应该说出口 好比现在这样 没有交集的生活 回忆像海 看不见尽头 你的笑也渐渐淹没 你的笑也渐渐淹没 早知道就不放手 早知道就不应该说出口 好比现在这样 回到没有交集的生活 早知道就不放手 早知道来自吴贝亚的作品 所以不能不能怎么样 这首歌讲的是遗憾 每个人恋爱中 多少都有一些遗憾 所以就会问说 早知道当初这样子 早知道现在会这样子 当初就不要怎么样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 要踏出去 真的 人生怎么样都会有遗憾 总要尝试 对不对 主要跨出那一步 对啊 如果撩下去就撩了吧 就往前走吧 往前看吧 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 尤其是女性的 听到皮亚这样子分享 应该说 哎呀 这不是在说我吗 这完全是我的知音啊 被戳中两刀 是 OK 也就是说 这首歌要表达就是 珍惜的重要 其实当下的过程当中 不管怎么样了 那也不知道说 我们可能维系多久 对 但是 好好地珍惜在一起的 那过程当中 然后呢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就是尽量不要做出那个 以后会发生后悔的事情 你明知道了 所以就尽量避免 尽量就是对你的另外一半呢 多多释出善意 发生事情前先想一想 对 先好好地删释一下 好歪哦 好了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这一段 我们来聊聊一下 你这张专辑 叫做恋爱太危险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专辑的 这个发想概念是什么 其实因为我以往的作品 都是走比较轻松 然后比较民谣的东西 对 那这张虽然也有民谣 就像早知道这样类型的歌曲 但是 这张专辑 我自己想要挑战的目标呢 是讲 生活对于恋爱 更加深层的一个情绪跟相处 对 男生女生或是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对 就是不管他是谁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你跟你的宠物 或是你的家人朋友 在相处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 生活上面的小事 然后引发一些感触 然后以及 我自己对于风格上面的挑战 因为这一张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听 会发现 其实非常多比较浓厚的东西 对 就是比我以往的东西 还要再更浓 更深 更寂寞 更危险 对 对啊 就是希望我自己的东西的广度 跟深度都可以再拉多一点 而且我们可以听到这张专辑 有很多很多 这个重量级的音乐人 一起来配搭这样子 对啊 所以里面有好多的灵魂 嗯 这张 就是一起玩的音乐人 都比我大咖很多 嗯 据说你这张专辑 在多年前 是先用日记 写的十个女孩子的心情故事 写下来的 其实这十个故事呢 都是 有一些是更早以前写的 然后有一些是 这两年写的东西 那都是我原本想要发行的作品里面 第一首被拔掉的歌 所以算是败部复活 对 像《心理战》啊 这种就是 我其实2011年就写下它了 嗯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发表 嗯 就每次只要放进专辑里面 诶 这个不合 然后就把它拔掉 是你自己拔掉的 是我自己拔掉的 对 因为 其实就觉得自己的 呃 面相里面有一块这样的东西 对 可是在我大部分的创作里面 又不太连贯 对 会有一点错乱 就会觉得 诶 这个人给人形象很清新 嗯 感觉 心理战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每次在做作品的时候 我都觉得 好像也就是有一点点遗憾啦 对 遗憾是没有办法避免 可是又就回来了 对 所以我就好像实现了 它的时机没到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一次你先暂时 先退后位这样子 对 就是到现在终于 对 下一年 哦 有可能是在EP会出现嘛 对对 然后没有EP的话就是专辑嘛 对 就交错出现这样就可以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这张我是以心理战这首歌 作为一个原点去出发 诶 那既然我有这样的面向 我就来写这样面向的东西 让它比较深 嗯 对 那这张专辑有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跟之前的作品有哪些差别 哦 就是穿的比较露 哈哈哈哈 有 有 有看到 你看后面是一只大腿 对 然后大家都在问我说 那是谁的大腿 我就说 那是我的啊 哈哈哈哈 怎么会有钱去请别人的大腿来拍呢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要 意表什么 就是 呃 Pia也长大了 这样子 嗯 对啊 就是因为以往大家听到的就是 哎 就是 就是现在 这种很青春的 很洋溢的 然后很缤纷的 嗯 那这张专辑开始就是 Pia要讲一些比较成熟小女人的故事了 哦 小女人的故事 对 所以在去年以前都是小小女孩的故事了 小男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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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很错乱 其实我个人比较孩子气一点 嗯 比较男孩子气一点 是 对啊 所以我发现你应该是那种敬意勇为 哦 对 那种的特质 我是真意感蛮强 哇 对 但我其实蛮俗辣的 就是 哈哈哈哈 我虽然觉得这样 但我有点不敢去做 嗯 对 所以其实这张也是鼓励自己 哎 你想做什么你就要走出去 嗯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怎么做 嗯 而是你不敢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害怕 你都已经知道你想要干嘛了 你就是做就对了 不要去想后面会怎么样 对 如果说你做决定的朋友有类似的状况的话 你通常都是怎么去鼓励他 哦 就是跟他说 你看如果我失败了不就也这样吗 所以 所以也没有差嘛 失败就是跟原本一样 嗯 所以只是差你有没有跨出那一步 嗯 其实有跨出去就已经进步了 所以我们不要管结果是怎么样 对 过程你是获得很多的 嗯 嗯 就是还是要坚强哦 我们其实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其实不算长哦 真的 尤其是在这个黄金年华的这个岁月 尤其是年轻 哎 你现在才三十几岁嘛 对 都能年龄了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不在乎 不过还是我的妹妹啦 但是本人看来还是小女孩的感觉 但我现在觉得历练很重要 对 嗯 应该是说你这张专辑已经 呃算是迈向成熟了 对 然后又内敛了 对 然后而且呢 也懂得跟借力的方式 对 如果找一些团队啊 一些音乐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搭配合作 嗯 这是有一种就是没有太自我的感觉了 对啊 就是觉得更自由了 嗯 就是跟大家 不管是自己的想法上或是跟大家的合作上都可以有更大的弹性 可是也非常清楚自己真正的精神是什么 是 而且自己也变美丽了 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现在比十年前出道的时候还好漂亮 现在你还有绑那个吗 哎 就是 那个内球那叫什么 大马尾吗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很偶尔想要怀念一下的时候 是 哈哈哈哈 那个跟现在的是什么不一样的风格 嗯 现在应该比以前随性很多 那个让我想到动画 你说 卡通的感觉吗 动画 对 现在不一样了 完全是一个非常美丽 而且是有自信的一个女人 你现在比较帅性 帅性 对 而且自信性又高 又强 对 有强吗 还在努力 努力变强中 对 我想从作品就可以听得到了 哦 有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就是符合你了 你好美丽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啊 我佩亚的作品 你好美丽 待会再回来聊聊 我割了眼带 也割了双眼皮 我削了骨头 也补了苹果纸 这一切都是想要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想要你对我说 你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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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割了眼带 也割了双眼皮 也割了双眼皮 我割了骨头 也补了苹果筋 这一切都是想要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想要你对我说 你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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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的坎坷 华丽的外表 还有什么能够讨好 好好你 早已远去的心 这一切都是想要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想要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想要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想要 你看着我 看着我 对我说 你好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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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勇音乐聊天室节目 我是吴勇答应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她是来自我们非常厉害的华语 创作你歌手 她的名字叫做皮亚 吴贝亚 再次欢迎 哈喽吴勇哥好 大家好 我是皮亚 有没有 你好美丽 哎呀 是不是 真的是非常的 很轻松 很有节奏的一首歌曲 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首歌当时这个写的一个想法 这首歌当初写的时候 是我看到一个有关整形的新闻 整形 对 然后就是很多女生会想要变漂亮 整形 那我就想说好啊 那不然来写一首这种 就是感觉争议性很大的一个主题 这样子 那我的内容其实是写说 很多女生为了迎合自己的另一半 或是喜欢的人 而去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情 然后写了这首歌 因为想要听到对方称赞自己 所以为了想要获得一句你好美丽 所以去改变自己 嗯 就是这首歌 我一开始想要写的初衷 是 对 所以我其实是告诉大家说 够咯够咯 对 不要这样子哦 对 可是我没有反对整形 是 对 我觉得大家 如果是为了自己想要变漂亮 嗯 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如果说那种严重过度 对啊 可能就是让你可能生活上啊 人际关系上会有一些损害的时候 对 那其实可以透过这种科学的方式 医疗的方式 去稍微调整 嗯 但是不能过度 对啊 就是怎么样都不要 我是觉得 就是那个初衷很重要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 如果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嗯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些都是OK的 对 但是今天是为了 想要说 我男朋友喜欢我长头发 所以我留长头发 可是其实我超爱光头 那这样就不太OK 对 我觉得太压抑了 是 对 鼓励大家 喜欢光头就要剃 如果说像你啊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啊 刚好你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突然他也是有这个 做一个小整容的话 嗯 他是男性哦 你会care吗 你要看是整哪一个部分 如果 是怎样 如果整了都会变好的话 那当然OK 我现在讲的是外表 各位不要听 可以可以 哈哈哈 我是男性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可以耶 你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他问我 他还没整 然后他问我说 嗯 就是你觉得我的鼻子 要怎么样比较好看 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 他跑去整 那我可能就会不喜欢 对 对 对 要不然当初你追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啊 又不是因为 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 对啊 不是他改过的样子 嗯 对啊 大家要对自己有自信 对 所以呢 这一首歌要传达什么 嗯 就是 内心善良 内心美 对 胜过外表 没错 对不对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嗯 不需要去变成别人 是的 所以这我们 呼应我们的朋友们 所以你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是 是的 跟着 Pia的路 Pia的这一首歌 对 这一首歌 你好美丽 这一首歌 陶醉在这一首歌里面 嗯 有时候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其实你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错 没有人可以去取代你的 没有错 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聊聊一下 这张专辑的设计 我干了 这张专辑的设计很特别哦 对啊 除了肉腿之外呢 还有红色的 对 所以实体上有黑胶 黑胶的这个 其实它是长得很像黑胶 但是 但它是CD 它是一个CD卡在上面 是 对 然后下面是一张纸的黑胶 这样子 嗯 对 那你来分享好了 这张专辑的特色 在设计上 这个概念是因为 其实我们都知道 接下来会越来越少人听CD 嗯 因为就是进入一个单曲时代 大家都是听一个串流啊 或是听一个档案 那为什么要做成像黑胶的样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黑胶其实是不能够跳着听的 你一定要从第一首听到最后 对 然后翻面 对 那为什么这样子 是因为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个 创作人想要的安排的曲续跟故事 它的巧思 对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对黑胶的样子 也是为了要讲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回到听专辑的感觉 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诶 然后再从头听到尾 是 对 所以我们到时候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只要在实体店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CD 对 是黑胶的设计风格 对 是黑胶的设计风格 但它不是黑胶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没有黑胶机也可以听 但是不能选曲 对 好兴趣哦 不会 不会啦 CD是可以啦 CD可以选曲 其实我觉得十首歌曲这样子哦 不要跳着歌这样子来听 其实就是好好的就专注在PR的作品里面 是 我觉得何乐不为呢 真的 对 你就把手上的东西先放在旁边嘛 先搁着 就是专心来聆听吴贝亚的音乐 吴贝亚的作品 是 好了 我有发现就是有好多红色的 有白色的 还有一些 这个大腿的 也有肉腿的啦 对 那肉腿前面你有讲了吗 就是要展现你的自信 成熟的女人 成熟的部分 比较刺激的 对 比较浓的 对 然后 这一次其实 呃 在设计上呢 我们的主轴其实是讲线 大家可以看到大腿上面 真线的线 对 绑着一条红色的线 对 那其实就是在讲束缚感 就是 所谓的危险的点到底是什么 就是其实 不管是男生女生 就是对于恋爱啊 或是婚姻啊 或是爱情 其实都有一些想象 然后包括社会 带给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会常被绑住 啊 妈妈都跟我说 怎么样怎么样 怎样好 怎样不好 不是大家都说 几岁生小孩好 几岁结婚好 男生不要挑哪一种最好 对 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绑住我们的红线 对 对 所以 大家要时时刻刻去想 不管这些是不是红线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 嗯 你只要去想 你想要什么就好了 是 对 那这个真的很难啦 哈哈 我也有另外一种思考 就是这个线呢 你就把它 不要把它当作是束缚你的线 嗯 你就把它当作是 帮人家牵线的线嘛 哎呀 也可以 对不对 就是用 做好 做好人嘛 对 帮人家做美啊 对对 比如说像 哎 你应该有这样的例子哦 哦 最近 朋友 常常有粉丝就是 他带他的男朋友来听音乐 然后就 哎就喜欢上皮亚的歌 然后两个就结婚了这样 然后就请我拍祝福的影片 是 非常赞 很开心 你自己在自己下 有没有帮朋友 签过签的 哎 有 有 然后也是去年 还是前年结婚了 对 也是因为你的音乐会吗 没有 哈哈哈哈 那就是也是透过我的关系 他们才认识 嗯 对 然后就让 让其中一方走出 就是伤痛 然后接受新的对象 然后现在也是 做得很好 这样 嗯 很幸福 哇 真的是 这张这个专辑设计 我们看就是红色的 就代表的就是危险嘛 对 但是我看起来不怎么危险嘛 因为 它还是有那种 很温暖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还 对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危险 你就买来就知道了 对 哈哈哈哈 买来就对了 你会感觉到那种 很多的甜蜜在里面 就是在 吴贝亚的 吴贝亚的作品 恋爱太危险这一张 对 OK 哇 听到这一首歌曲 我们就知道已经 接近尾声了 哎呀 哈哈哈哈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仍然会要请到 皮亚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继续来聊聊了 好不好 好 OK 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是来自了 巴燕 一时专辑的歌叫做 也叫做了巴燕 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 这是一首来自 泰雅族的创作歌曲 那就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歌曲 再次别忘了 每个礼拜四 礼拜五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先前锁定我们 Aliam96.3 吴泳音乐聊天室节目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 平安顺心 拜拜 我爱心目光达 是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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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拜拜 我爱心目光达 我爱心目达